我们发现每次进食的时候就有很多活动 这是吃的活动 不懂是教会特别安排来试探大家吗 但是感谢主 无论什么东西都有食 吃有食 进食有食 我们哭有食 所以现在我们听到也是有食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耶稣 主 我们谢谢祢 让我们今天晚上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敬拜 让我们能够进到祢的同在祢 主啊 这时候我们也祷告求主打开我们的心 让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 受教的耳 同时能够在这个世代了解祢的心意 主啊 我们如此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的生命祷告 阿们 弟兄姐妹 倘若呢 你在这几个礼拜有来教会 你都会听到呢 我们呼吁弟兄姐妹的参与这一次呢 我们每一年的这个8月7号到9月15号的全国40天的禁食 那弟兄姐妹 为什么教会邀请你一起参与这一次的禁食 为什么 每一次教会做些什么东西 它都有一个目的 它都有一些的想要达到的 那么其实呢 这一次呢 这个整个NECF的40天祷告的主题就是要认识神的心 而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们要认识神 更重要的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认识神 因为呢 我们要去跟随神的心跳 弟兄姐妹 神有祂的心跳 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谈的就是 跟随上帝的心跳 abiding in the heartbeat of God 那我们一起来翻开 哥罗西书第四章二到四节 好吗 我们一起来翻开这段经文 好 好 我们翻开了 我们一起来读 一二三 你们要恒切祷告 在此警醒感恩 也要为我们祷告 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 能以讲基督的奥秘 我为此被捆锁 叫我按作少该说的话 将这奥秘发明出来 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神是一个大有能力的神 对吗 我们的神是一个独行歧视的神 那么既然我们的神是一个大有能力的神 独行歧视的神 为何在圣经里面常常我们看到 耶稣要门徒为他祷告 或者我们说就像这段经文 保罗说你们要恒切祷告 换句话说保罗告诉哥罗西教会的信徒们 他说你们要为我祷告 那弟兄姐妹 保罗不是普通的人物 保罗不是一般的弟兄姐妹 保罗是上帝所中用的一个伟大的使徒 对吗 一个伟大的使徒 那么既然他是伟大的使徒 他能够行神迹 他能够行很多神 要他所行的传福音 但是为什么 他要我们来为 就是他要当时的信徒为他祷告 为什么保罗要他们怎么样 不只是一次 要常常的为他来祷告 他请门徒 请当时的信徒为他来祷告 而且他说当你们祷告之后 神能够开传道的门 弟兄姐妹 今天我要帮助大家 进入这两三节的经文 有时候我们读经文的时候 我们就这样读 我们就这样看过 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一起来看 我们再读一次好吗 这里说你们要恒切祷告 在此警醒感恩 然后也要为我们祷告 如果有笔的把这个字画起来 也要为我们祷告 然后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 然后人以讲基督的奥秘 然后第四节 教我按照所该说的话呢 将这奥秘发明出来 那弟兄姐妹 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保罗说 第一件事情 他说你们要恒切祷告 在此感恩 那在这段经文的言文 希腊文里面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恒切祷告的意思就是 要专注 持续祷告 他有两个 两个动词 就是专注 focus 然后呢 持续 换句话说保罗要我们什么 保罗要我们呢 很专注的 那英文这里呢 他说呢 专注持续祷告呢 他是用devote devote devote呢 你把它翻译出来 从中文就是 专心 很用心的 专心 然后呢 devote就是我们要线上 就是你应该 很专心的 限出你的时间 在祷告方面 然后呢 怎样专心 激励的 先在祷告里面 怎样 怎样方式来祷告呢 他英文就说呢 Being was full and thankful 就是你要用呢 中文翻译成为 你要警醒 跟感恩 所以弟兄姐妹 保罗要求 当时的 哥罗西教会的信徒 要他们做第一件事情 这是要他们 很专注的祷告 那我们就要问 为什么保罗 要他们很专注的祷告 弟兄姐妹你知道吗 很多时候 你来教会 你来小组 组长都会告诉 你要祷告 对吧 但是我们很少 问一个问题 我要来祷告来干嘛 我有祷告啊 我一天祷告 至少我祷告三次啊 早餐我就祷告 一次午餐 就祷告一次晚餐 你看我很属灵 我这一天祷告三次啊 干嘛还要祷告 这里呢 告诉保罗说呢 他说 他讲完之后呢 第三节 他马上就接下去 他说 也要为我们祷告 什么呢 求神 他就有一个方向了 要你祷告 来干嘛 要你祷告求神 求神什么呢 给他们开传道的门 换句话说 保罗要求 哥罗系教会的信徒 为他们 那这里讲说 他们 所以换句 为我们 sorry 为我们 换句话说 不只是为保罗 一个人祷告 还有保罗的同工 保罗要你们 为他祷告 也为他的同工祷告 因为保罗 这里显出一个情况 就是 他是一个团队来的 他是一个团队来的 不只是要你为 要信徒为他祷告 他要信徒也为 跟他的团队一起祷告 对 然后呢 祷告的重点是什么 祷告的重点就是 求神开传道的门 开了这个门之后呢 保罗才有效的 把神要他讲的东西 讲出来 就是基督的奥昧 就是讲到教会 基督跟教会的这个真理 这个福音的奥昧 讲出来 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 一些的事实 然后如果你有笔 你可以把它写下来 这是首先 保罗传福音 是否有果相 看起来 保罗挺依赖 当时信徒们的 祷告的参与程度 就是 你祷告有多少 神就工作多少 所以 我们看到这个事实 就是说 保罗传福音 有没有果相 那时候穆斯文 开玩笑 保罗很会传福音 哪需要我们祷告 但是保罗明明 就跟你讲说 你祷告了 神才开门 你没祷告 神就不开门 即使我是使徒 我也讲不了 对不对 你看使徒行传 保罗去到哪里 不是都很顺利的 他去到 有时候去那边 有很多那些犹太人来 阻止他 不要让他进会堂 也有的 所以保罗很清楚 他能够去到犹太人当中 他能够去到外邦人当中 是因为他需要门徒们 需要当时的信徒们 为他祷告 他才能够做得到 所以看起来 福音的门 是否是开还是关 跟信徒参与祷告的程度 有很大的关系 弟兄姐妹你说对吗 所以看起来 福音能不能够很清楚的 有果效的讲出来 跟信徒参与祷告的程度 有很大的关系 对吗 所以那这些经文我们都很清楚 意思说如果信徒们 我们倒反来说 如果信徒们不祷告 不用祷告来参与 神会做工吗 神不做工 那你讲上帝是全能的神吗 为什么神不做工 神哪需要我们的祷告才做工 那弟兄姐妹 我们的神是全能的 对不对 我们的神是大能的 祂是充满能力的 但是为什么 祂要人用祷告参与祂的工作 那曾经有一个弟兄 他就为了要帮助大家了解这个课题 他就讲了一个故事 他说神要完成的旨意 神要完成神的旨意 这个神的旨意呢 神要做的工作呢 就好像一辆火车 神要完成的旨意 神要做的工作 好像一辆火车 然后我们的祷告呢 像火车的铁轨道 然后呢 火车什么地方都能去 对不对 火车很有力的吗 火车很powerful的 它要去到哪里都可以 但是它只能够走在铁轨上 那火车我们都很知道 火车的能力是十分强的 东南西北它要开 它要去哪里都可以 但是它只能够开到 已经有铁轨道铺好的地方 弟兄姐妹 神并不是没有能力做工作 但是他需要有人的祷告 才能开到神要工作的地方去 就好像火车一样 火车是有能力的 火车是 它的引擎很大的 它可以拖那么多的拖隔 在那么多的乘客 但是 它必须要有铁轨道 它才可以去到 它要去的地方 它去到的地方 所以弟兄姐妹 当我们能够参与一个有价值的祷告 恒缺的祷告的时候 就是替神的旨意铺一个路了 因此呢 我们如果不起来负起祷告的责任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我们就等于阻碍了神的旨意的成功跟达成 那弟兄姐妹 可能你说 牧师我觉得 好像神是全人的吗 但是呢 如果你往教会的历史看 很多教会的复兴史 你去看的时候 神从来没有忽然间工作的 神从来没有忽然间工作的 很多时候 至少在当时 神感动其中一个人 然后呢 那个人就开始 积极地围着神要做的工作来祷告 然后呢 这个祷告就开始感染到其他的人 然后呢 这个祷告的火又蔓延到其他人 然后又更多人祷告的时候 神就开始做工了 神就开始做工了 所以弟兄姐妹 如果不重要的话 保罗就不需要在这里 要求哥罗西教会的信徒们 为他和他的同工祷告 难道不对吗 如果不重要的话 保罗就不需要在这里 要求哥罗西教会的信徒 为他跟他的同工祷告 好让他可以把基督的信息 讲得清楚 难道不对吗 所以弟兄姐妹 虽然神知道 什么是最好的 但是他要让我们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 为什么神让我们参与祷告 是因为第一 是因为神要让我们参与 他的事工 神往往等我们 与祷告之后呢 才让最美好的事情发生 目的呢 是要让我们透过 祷告的参与 神的事工 所以今天 我们为什么鼓励弟兄姐妹 呼吁你参与 这一次四十天的禁食 那因为神要我们用祷告参与 然后神开始工作 神不是不工作 他是神要你参与 神要你参与 神要你参与 那我们看到呢 圣经有一个故事 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 十一节他这么说 他说的摩西何时几手 OK 以色列人就得胜 这里很清楚的 圣经没有转来转去 他说摩西何时几手 何时以色列人就得胜 OK 然后何时什么呢 垂手了 就是手掉了下来的 谁得胜呢 亚玛利人得胜 那从属灵的角度来说 亚玛利人 那我们就指撒旦的公主 万句话说 如果我们要用这里讲到 摩西何时几手呢 因为雅各书有说呢 男人要挤起圣切的手来祷告 对不对 那我们就这里把它 interpret成摩西何时几手 也就是我们一直都 在信业来看 就是讲到祷告 摩西何时祷告的时候 神的子民就得胜 OK 所以我们看到这故事呢 当时神告诉摩西派这个耶稣亚 到山下去打亚玛利人 然后摩西呢 这个元老他在山上 他要拿起那个杖的时候 他年纪这么老了 他不可能一直拿住 他手不会酸 他会酸的 那弟兄姐妹 我们祷告会有时候会无力吗 也会有无力 对不对 对 一间教会祷告 有时候会祷告主的 也会有无力 但是神要跟多人一起祷告 带有一种扶持 所以当时呢 圣经告诉我们 在出埃及记十七章告诉我们 当时有亚伦和胡尔 都在山顶上来帮助 而且说 当摩西的手发成的时候 然后他们就怎么样 搬势头来 给摩西的手 再放在那边 然后这里说 放在他以下 他就坐在上面 然后呢 亚伦和胡尔呢 就扶着他的手 就是可能让摩西可以坐住了 不用老人家一个人 站住这么久 让他扶着 一个在这边 一个在那边 他的手就稳住了 然后呢 直到热络的时候呢 耶稣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 那弟兄姐妹 这里要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说 神要我们参与 神要我们以祷告参与 然后呢 神才工作 就像当时 神要摩西 挤起他的手一样 他会永远 他有力吗 他有时候会累 他需要其他人一起祷告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看到 神在感动马来西亚 有好多的代祷勇师 那有时候你在想 这么多代祷勇师 还需要我的祷告干嘛 他们会累的 他们会累 我们需要更多的人 兴起一起来祷告 一起来补助 一起来扶持 所以神要我们 你祷告 所以第二 我们看到呢 神要让我们 透过祷告参与 神的事工 那弟兄姐妹 这次的NECF的 禁食祷告的参与 你知道吗 我很少告诉弟兄姐妹 因为一般的弟兄姐妹 你都不太清楚 你常常每一年 都听到牧师 鼓励我们参与而已 但是我要在这里 更加的强调 给弟兄姐妹 NECF的全国 禁食祷告 已经进行了十几年 而且呢 一直在扩展 一直在扩展 扩展到个什么地步呢 在东嘛 在西嘛 而甚至在海外的 马来西亚的基督徒 每一年 他们都参与 这一次的四十天的禁食 所以弟兄姐妹 这个四十天的禁食 不只是你一个人而已 告诉旁边 不只是你一个人 那不只是一间教会而已 赞美登塔教会参与而已 不是 不是只有一个城市 走后巴路而已 也不只是一个的七一 可能 新山区 古塔丁吉而已 还是四南而已 不是 乃是呢 不只是一个州 罗伯州也是全国 全国的基督徒 都呼吁来参与 然后不同语言的教会 不只是我们华文的教会而已 我们还有英语 Speaking的教会 还有巴哈瑟的教会 还有达米尔文的教会 弟兄姐妹不只是成人而已 还有儿童 你有没有看到 我就特别去上这个网 要给大家看 那这里给我们看到呢 我们放出来好吗 这个图 本来是这图 你看到 你可以下载什么祷告手册 你可以下载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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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吗 还有什么 第二就是英语 英语 英语 讲英语的儿童的手册都有 然后呢 接下来第三就是 BM 这是国语的 我们的巴哈瑟的手册 然后还有呢 BM 小语 这些小朋友 原住民的 东马的 他们都能够一起 跟我们一起祷告 然后接下来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中文的成人 还有呢中文的儿童 然后最后呢 TM Adopt就是Tamil Adopt 就是呢 阿米尔文的手册 所以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 这个网页上有那么多的选择给你 换句话说你可以想象 就是有这么多不同阶层的 语言不同阶层成人儿童参与 要不然英文有句话说 If you don't have the demand 他们就不会把它放上去 就是如果没有这个需求 没有这个市场 如果没有这个市场 没有这个需求 我卖这个产品 就是有这个需求 所以我在这里要鼓励你的就是 这个牵涉的范围 参与的人数是非常的多 非常的多 这个参与的人多 就带来一个鼓励的意义 是什么 上帝要在这个国家工作 阿们 弟兄姐妹 上帝要在这个国家工作 阿们 好像你们都不阿们一样 那我要回家再讲第二点一下 可能刚才我讲大家好 不太明白我讲 我是不是讲印度话呢 弟兄姐妹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手册 不同语言 换句话说 这是全国的参与 就是因为全国的参与 刘童牧师曾经讲过一句话说 他说任何在第三所发生的事情 都在影响属天的事情 Whatever happened on earth It will happen on the spiritual realm 主导文也说了嘛 所以弟兄姐妹 因为更多人参与 神在属天的领域 就更多的工作 属天的领域就更加忙碌了 因为很多人祷告啊 那你可以想象啊 那个天使 你们这里很多人祷告 天使听到了吗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天使嘛 希伯来书说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福音的灵 然后你的祷告 你的天使就很忙了 他就 上帝上帝 那个是洪志勇的祷告耶 她祷告一個 他要马来西亚复兴耶 besar 上帝上牢 買兵师的天使就上来 哎哟 上一奖 哇 那么赞美灯塔教会 那么多人祷告 哎哟 不听都不行啊 哇 全国马来西亚 那么多基督徒祷告 不听不信 还有海外移民到澳洲的 马来西亚 过去的马来西亚 公民也在祷告啊 哇 不得了 哎呀 住在台湾的 留学生 马来西亚也在那边 委员再统告 我不听不行 我不做不行 弟兄姐妹 你了解吗 所以 为什么 因为神 要让我们透过祷告 来参与祂 祂很想 但是祂要你参与 祂要你参与在期间 另外 神要我们用祷告参与的原因是 当我们参与的时候 福音的门 才能够被打开 那罗马书怎么样讲 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说什么 他说信道是从听道而来 信道是从听道而来 那换句话说 如果你要让一个人信 你要怎么样 一个人信 就是那个人要听啊 如果要听 是不是要有人讲 如果那个人要讲 就是要那个人可以讲得很顺 没有任何拦阻 那个人才可以讲 那个人讲得才有人可以听 有人听得 人才有信 对不对 你会不会听得很乱啊 又听又信 我在讲的时候我要练习的 不然我讲错 所以 让人们听到福音是很重要的 但要让人听到福音 是需要有人去传 对不对 要有人去传 所以因此呢 在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八节 耶稣说什么 耶稣说什么 这里说什么 他说呢 所以你们当什么呢 当求庄稼的主 另外一节要跟着我的速度 就是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 出去收庄稼 有没有 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八 他说你当求庄稼的主 free to the harvest the lord of harvest 你要叫庄稼的主打发工人 意思说呢 我们的祷告 耶稣说 你要我派工人吗 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发现 如果你在新主有一段时间 你有没有发现 现在 好像出来全时间的人越来越少 有没有 牧师都摇头 有没有 不是摇头 点头 我们都很 我们都很点头 我们都发现 现在要能够前时间 以前教会要前时间了 就还在排队 你不要这样快出来 前时间你再多工多多两年 二十年前的时候是这样的 我要去前职的时候 牧师就说 你等一下 你不要这么快 再做工做多一点 要不然不要马上去神学 在教会做童工就好 我说牧师 生护照 我要去神学 你留在教会做童工多一年先 这么快 去医院 还有很多人排着队要去的 现在你要让人去 不容易 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为什么 后来我发现其中一样东西 可能我们忽略的就是 现在很少人在教会很少说 我们为教会的年轻人 为人前时间的 回应前时间的呼召来祷告 有吗 没有 很少 你来到教会五年 当然我做牧师我要悔改 我没有带领大家做这个祷告 今天我在 在预备这个时候 我发现神说 你要开始 你不能不为教会 能回应 服事神来祷告 所以今天晚上 如果神的带领有机会 我要为这件事情祷告 如果生理的带领 我们要祷告神来感动 当我们祷告 祈求神派工人的时候 这位庄家的主 就会打发工人去收歌 我还记得 当我们那个年代 我们常常唱一首歌叫 千万同胞 我也忘记了太久 这是我们那首四个一唱 我们只有流泪 因为那首歌一唱的时候 就是带出一种祷告 主啊 你拆拍 主啊 你感动许多人 回应你的呼召 回应你的呼召 另外 传福音 有了功能 但是也要有机会 如果你是工作人員 你需要有机会 去祷告 去分享 所以你传福音 有功能了 那我们也要有机会 有这个时机 有这个时机 传道者需要有传福音的机会 所以 我们需要怎么样 我们要祷告说 神啊 你打开 给更多传福音的机会给我们 所以弟兄姐妹 刚才苏林牧师在讲 我们要请你的邻居来做这个果冻夜饼 你会请你来学 然后自己吃吗 如果你是自己学自己来吃 那就不来好了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让你有一个机会 告诉你的 我们教会可以教你怎么做果冻夜饼 对不对 有时候我们讲 牧师我们又没有机会向 隔壁的安地传福音 那机会来了 对不对 这次就是机会 This is opportunity 这个就是机会 让你有所谓的一个的 桥梁或者是一个的管道 让他可以被他邀请来 其实在小组 是有很多机会可以传福音 我常常告诉教会的组长说 你可以有一个Coffee night 可以吗 喜欢喝咖啡的请他来 Coffee night可以吗 如果你买不到咖啡粉 找您弟兄 他会供应你 你可以做什么 Ice cream night可以吗 年轻的Ice cream night 可以吗 可以对不对 你可以做什么呢 你可以做Cake Bakery night可以吗 你很会Bakery 你很会做蛋糕 那你就做了 照一般 很想学蛋糕的 来品尝的 就请他们来 当你讲到吃的时候 有没有会来啊 肯定会来啊 对不对 肯定会来的 你讲到吃哦 尤其是华人 他会来的 所以他来了 你就有机会 透过这些机会 跟他做朋友 深入的交往 那你就有机会 跟他传福音 如果他不来 就根本没机会 对不对 所以弟兄姐妹 其实呢 福音的机会 是你自己去 透过祷告神 给智慧 你去开门的 你这样喜欢 骑脚车 对不对 你去参与一些 骑脚车 对啊 现在有很多人 喜欢骑脚车 参与他们 然后有机会 他们去爬山 骑脚车的时候 认识他们 成为你的朋友 所以弟兄姐妹 不要说 没有福音的门 那你祷告的时候 神就开门了 我发现 当神祷告的时候 我们一大堆的门 为我们开 问题是 你愿不愿意 走进去而已 所以当时保罗 那门是开了 但是还有一样 没有开 人的心 门是开了 所以使徒行传 16章 14节说什么 就是人的心 需要为福音而打开 有没有 他说这里呢 16章14节说 他听见了 然后主就开导 他的心 那他听了 有用吗 还没有用 他听了 神的灵 开导他 然后开导他 之后讲什么 教他留心 听保罗所讲的话 所以你看 谁做工先 圣灵做工 神感动他先 神开导他 开了他的心 敲了 英文说 神的灵感动 那个人 他的心打开了 然后他才可以听 所以你看弟兄姐妹 我们每次就讲 我们要请 多好的讲 当然讲也很重要 但是人的心 有没有打开 也是很重要 你可以有很多福音的门 寄会 Coffee night Bakery night Ice cream night 都可以 但是你还是要 为人祷告 那我们每一年 我们都有办 过去我们在疫情之前 我们每一年都有办 福音茶会 有没有 圣诞节福音茶会 中秋节福音茶会 对不对 我们都办得非常成功 请了很多人来 但是有多少个人留下来 一个小组可以请30个人 很容易的 只要你有吃 人就来 对吗 只要你有游戏 人就来 但是为什么人 没有留下来 我们必须承认一件事情 我们围着福音茶会 的祷告太少了 我们宁愿预备时间在食物 一杯啊 这些都是很好 那我要鼓励你 从今年开始 你要改变一点策略 如果你切西瓜 需要半个小时 你就祷告半个小时 如果你预备那个 加力鸡要煮三个小时 你就用三个小时祷告 我告诉你 你那个加力鸡那个朋友吃的之后 那天晚上你的祖长分析了 他马上信耶稣 你可以试试看 我可以跟你讲的 你这样试试看 我告诉你 他们的心 即使他还没有信耶稣 他的心就敞开了 为什么 因为传福音是一个属灵的东西 你要知道 哥罗西书说 神把我们从黑暗的国度 去到爱国 这个过程 是里面有属灵的征战的 需要借做祷告 人的心才可以被打开 还有我们知道传福音 人的心打开了 但是那个传福音的人 也要有胆量 对不对 你没有胆量 不要啦 不要叫我跟他祷告啦 不要叫我跟他讲啦 排水的叫他拒绝我 怎么办 是不是需要胆量 需要对不对 所以保罗才为什么叫 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祷告 好让福音的门可以打开 对不对 所以我们需要胆量的 所以保罗盼望 他盼望说 他在传福音的时候 不会遇到当时的那些犹太人 或者当时的那些万般的恐吓他 所以他需要 他非常破缺的 而且他说 我要你们很专心的 为我祷告 Please pray for me 很专心的 为我祷告 那我们来看几段经文 哥林多厚书三章十二节 三章十二节说 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 就大胆的讲说 有没有 大胆的讲说 Therefore seeing we have such a hope We are very bold 就是保罗在这里讲要说 既然我们听到这个福音 我们内心有着盼望了 好了 但是我们要有胆量的去讲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请人家来吃很容易 但是你要去收歌 弟兄 刚才我们分享了 你觉得怎么样 你听了之后 你感觉怎么样 当你看到你的同事 在吃午餐的时间 在那边 很异闷 在办公室的 小厨房喝茶 厅都好 pentry都好 休息室都好 在那边 闷闷不乐的 弟兄姐妹 那是什么 那个是机会 走过去 跟他聊起 他讲你最近 为什么看到你 闷闷不乐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最近我跟老婆吵架 我每次回去 他就给我个脸试看 机会来了 他就跟你讲 他的问题在哪里 那你怎么办 晚上说 你有没有时间 今天晚上我请你出来吃饭 当他请他来吃饭 给他吃饱了 再跟他讲 今天中午你跟我讲 那现在情况怎么样 他一定跟你讲 因为你主动跟他 问他的问题 他是不是跟你 因为他跟你做同事 一段时间 他也知道你的人是谁 他一定会跟你讲了 那你就跟他说 很多事情我们真的 控制不了 但是呢 我是基督徒 我相信祷告神可以工作 那你愿不愿让我为你祷告 你也试了那么多方法 大多数的人 都会说可以啊 没问题 因为他希望 他跟他的胎儿的关系和好 他是不是 他已经找到没有办法了 你跟他讲你祷告之后 他也希望说 然后好啊 你就做祷告就好了 主耶稣 我感谢你 向你把阿强带 今天晚上我们吃个饭 他跟他的妻子 的关系 非常的差 求你帮助他 你为他开一条路 你是爱他的神 奉耶稣的名 祷告 就是这样简单就好了 不要跟我讲得很长 就是这样 好了 完了之后的 继续喝茶 继续吃点心 然后晚上送他回家 再多几天 你再看到他在喝茶室 最近怎么样啊 你跟老婆 他可能会说 有一点改变 那天我回去 我跟我讲话了 问我孩子的学费 教了没有 那你就机会了 你看是不是祷告有用 他一定会讲 其实也蛮有用的 那你就说 马上啊 我们拜六 我们教会有机会 我邀请你一起来 好不好 然后我们要来 之前我们去吃个饭 然后我们才去教会 你说他会不会 回应你啊 一般上的他都会回应 因为他已经经历到神了 所以他也就要去看看 听听一下 你们的神到底是谁 为什么这样厉害 弟兄姐妹 这个就是 通过祷告神做工 给你胆量 你就敢敢去 所以弟兄姐妹 为什么我们要静时祷告 因为当我们静时祷告 神就开始做工 神就开始在你的职场做工 神就开始在你的邻居做工 神就开始在你身边做工 你知道吗 有一些基督徒曾经讲一些见证 就是不在百货公司 在找parking车位的时候 然后让一个人parking 然后跟他讲 哈喽 谢谢谢谢 这样而已哦 后来那个人是信耶稣 我告诉你那个故事是什么 我们平时去一个百货公司 parking已经没有了 忽然间看到一个 哇好邪啊 我的 然后另外一个人 他要进来 哇你搞什么 我已经在这里等了 放了那个double city t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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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k的 你没有看到啊 如果是我们还 我们以前的我们 老板 这个是我的位的 对不对 但是我们基督徒 他要park 给他park哦 然后你给他park 谢谢 谢谢 tk tk tk了 有时候故事还没有结束 你一tk tk玩 然后你去山楼 日本餐吃东西 又见到他 哎呀 tk tk brother 他就跟你讲 t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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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抢你的位 没关系啦 车位大把啦 一直这样 我听你的口语 好像你是 医保来的 哎呀 你医保拿你的 哎呀 跟我同样的感冒 哎呀 那讲起来又做朋友了啦 那你看是不是 第一个车位就做朋友了 这个是不是机会 这个不是神开路 你要告诉你 当你祷告的时候 就有这种奇妙的事情发生 你不要跟我讲 你没有机会传福音 当你祷告的时候 你属灵的 Andina 就开始 敏累神 神就 找到 你已经预备好的 神就 为你开路 给你胆量 去做传福音 有太多这种见证 就是 一个停车位 就可以跟人家做朋友 好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看 以赴所书六章十九到二十几节 同样保罗在以赴所里 就请求说什么 他说 也为我祈求 使我得着口才 使我得着口才 人放胆开口 讲明福音的奥秘 所以我们看到呢 保罗要求我们这么做 所以弟兄姐妹 为什么保罗要 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 很专注的 持续的为他祷告 因为你专注 你继续为他祷告的时候 福音的门继续为他开 继续为他开 所以你看保罗在短短几年里面 他已经走遍了 当时欧洲文明的世界 短短几年而已 他就走 这个是保罗厉害吗 都不是 是当时的信徒 一直的为保罗祷告 一直为保罗祷告 所以神就开福音的门 软化人的心 让人的心开放 然后保罗越来越有胆量 传福音 就有很多的果效出来 阿妹吗 弟兄姐妹 最后的一段经文 我们要看的 就是 提摩太前书二章 一节到二节 他说 我劝你 第一要为万人 恳求 祷告 代求 祝现 为君王 和一切在位的 也是如此 使我们可以 精浅 断正平安 无事的度乐 这是好的 在神我们救主面前 可蒙焉纳 他愿一万人得救 您百真道 弟兄姐妹 这里的第一的言文 英文把它翻译成为 first of all 他的言文的意思 就是在时间上来讲 这是指最早的 the earliest or the firstly 按照数字来讲 是讲第一 保罗其实要传达的意思 就是说 这个是第一个 最重要应该做的事情 身为一个基督徒 他告诉Tibotai Tibotai 你身为一个年轻的传达人 我要告诉你 第一个 最重要 应该做的事情 是什么 而且这个欠的意思 英文把它翻译成为 erge 但是这个欠 不是欠欠你 欠欠你而已 你做就做 不做也没关系 它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事实上的 原文的意思是要求 demand 一个要求 然后他也有一种应该 就是保罗说 年轻的传达人 你身为一个传达人 第一件事情最重要 我要教导你 我要要求你 这个也是你应该要做的 你要 恳求 祷告 代求感谢 为什么保罗要他这么做 肯定是有重要 然后这段经文的很直接就讲了 他说当你这么做的时候 可以使我们 可以尽情 端正 平安 无事的都乐 弟兄姐妹 今天你住在这个国家 很多东西都在很乱 通货膨胀 东西越来越贵 工作机会越来越少 刚刚不久前 我们看到一个新闻讲 过去在疫情之前 有50万人 去到新加坡工作 但是现在疫情 后疫情 到今天有90万人 在新加坡工作 弟兄姐妹 这个意味是什么 意味是说我们的国家 经济出现了问题 经济出现问题 就是管理的 机制也出现问题 那你说牧师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又不是政府 但是圣经讲什么 第一你要为万人恳求 万人的意思是什么 万人是指每一个人 然后呢 第二为君王 我们就回到保罗那个时候 当保罗讲为君王的时候 你不要应用 想到现在我们为我们的 我们的掌权之道 你要想到当时保罗说 提摩他你要为君王的时候 你要想到他在指谁 他在指尼路王 尼路王是一个很残暴的王 然后保罗说 提摩他你要为那个残暴的尼路王祷告 保罗 有没有搞错 为他祷告 他害死我们基督徒 还不过吗 要为他祷告吗 保罗说 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 你一定要为他祷告 当你这么祷告的时候 神就开始做工 当神做工的时候 然后你们就可以平安度日 而且这是好的 在神的面前 就怎么蒙神可以悦纳呢 然后当你这么做的时候 就有人有机会来认识神 就很多人可以领摆神的话语 所以为什么使主保罗 要当时的弟兄姐妹这样祷告 弟兄姐妹 老实说 无论在世界哪一个国家都好 肯定有老百姓 对掌权的都是不满意的 没有一个国家百分之百 一百个人你去访问 一定就一百个家 我们的哥们很非常好 对不对 没有 即使你去新加坡访问 也有些人不喜欢 现在的政府 都有 但是呢 那个不是重点 重点就是 神要我们 为他们祷告 让他们能够走在神的心意里面 所以弟兄姐妹 今天当我们说 我们要跟随神的心意的时候 就是神有一个心意 神要看到 神要祝福这个国家的基督徒 但是他要这个基督徒 去了解他的心意 所以他就要你祷告 当你祷告的时候 你的心就跟神的心意 对齐了 当你对齐的时候 神说我的子民 跟我的心意对齐了 就是时候我工作的时候 所以神就开始工作 在2000年 大概2000年时候 整到90年代 靠近2000年时候 神就开始在世界各地 做了很多的工作 在乌干达 在南太平洋的 Fiji Island都好 神正在感动 许许多多的基督徒起来 围绕那些 当时他们国家 非常非常糟糕的国家 而且有些国家 神自他的监狱 爆满到呢 不能够在 囚犯 就不能够 不懂要放进哪里了 所以神就当时 看到这种邪恶的情况 神就兴起 一些基督徒 去来祷告 结果当这些基督徒 起来祷告的时候 神就开始做工 南美洲 南太平洋 一些的国家 神开始做 非洲 一些人开始信主 教会开始 越来越多 信朋友进来 开始有 然后开始 传话 到最后 连他们的国家的 政府 都变成基督徒 乌干达 富士岸 南美洲 一些国家 他们的总统 他们也开始成为基督徒 他们的国家的经济 开始转化 开始改变 弟兄姐妹 这个我不是给你一个 编一个故事起来 你可以上网 你可以去看 你可以去找英文 YouTube 转化 你就可以看 神在不断的 神在这时代 在找祷告的人 好不好 这时候 我邀请弟兄姐妹 站立起来 最后我要告诉你 神要我们用祷告参与 为什么 因为这是身为神 而你的责任 Pray is the responsible as the children of God 这个是我们的祷告 不只是求上帝 祝福我 给我平安 给我的儿女平安 神还有更多 更多 其他人的工作 要你来做功的 哈利路亚 好不好 这时候 当我说一二三的时候 求神 把祂的祷告的火 赐给每一位 哈利路亚 让我们大家一杯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